原来把金马奖变成地区级自嗨奖项 只需要拱黄的一个态度 这一幕 发生在第55届金马奖颁奖典礼上 一位来自中国台湾的女导演 获得最佳纪录片奖 在发表感言时不能自已 以至于握着话筒的手颤抖不止 然而在万众瞩目的情况下 他却说着大逆不道的言论 在场的张艺谋邓超夫妇 彭于唱刘德华等一众大咖 听后紧皱眉头 一脸严肃 其中段一红愤怒的眼睛都瞪圆了 而巩力作为全场最重磅的嘉宾 脸上更是写满了面试 那强大的气场 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压迫感 此次金马奖当家人李安 更是不知所措的紧握拳头 满脸写着无奈委屈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 轮到李安携手巩力上台领奖时 巩力却坚决不上台 要知道最后分量最重的剧情片奖项 由二人一起颁布 可问是压轴大戏 但不管李安怎么再三请求 巩力都不为所动 因为在这种原则问题上 绝不能有半点退让 巩力你不上来跟我搬吗 我想你宁愿跟同志们坐在一起 是不是 一群吃瓜群众 七七回头望向巩力 只见他抿嘴笑了笑 并略带抱歉地点了点头 一筹莫展之际 李安只能大笑 独自完成了接下来的颁奖 对于这件事 网友们都纷纷表示心疼李安 毕竟这次的颁奖礼 是他动用自己所有的人脉才组织来的 却不成想因为一颗老鼠屎坏了整锅中 而巩力的表现也得到了众多网友的支持 纷纷都为霸气的巩皇点赞 毕竟他的国籍是新加坡 但即便如此 他也从未忘记自己的根在哪里 也没有忘记事业的起点在哪里 然而最值得一提的是 颁奖典礼还没结束 一则巩力拒绝颁奖的词条 就标到了微博热搜 随之而来的就是内云明星 纷纷发布表明立场 除了这些 在当天的宴会中 内地演员全部没有出现 本来计划召开记者发布会的张艺谋 也直接取消 在此之后 不仅内于明星拒绝参加金马奖 他在百科上的介绍也终止在了2020年 任谁也没想到曾经与金鸡奖 金像奖并驾齐驱的奖项 竟然会跌落成这般惨淡的镜头 虽然 巩力距离三斤影后就只差一个金马奖 但他绝对无愧于巩皇的称号 但就是这样霸气的巩皇竟然当众飙累 这其中有何隐情 注意看张艺谋在红毯上一步三回头 只为确认身后的巩力有没有跟上来 原来哪怕是功名成就的国师张艺谋 也依然难以忘记自己的白月光 2014年的嘎那电影节上 张艺谋带着星座归来亮相红毯 这部电影也是他与巩力 相恋八年分手后的第二次合作 彼时张艺谋看到巩力与陈道明挽着胳膊同行 自己的双手一度无处安放 只好默默跑到身后替巩力提起裙摆 当大家站在一起拍照时 张艺谋明显的不知所措 而巩力也是如此 只见他深吸口气轻咬嘴唇 好在一旁的陈道明始终满心 牵着他的手 化解了巩力和旧爱同台的尴尬 而归来首映结束后 巩力再也忍不住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原来即使是在大的明星 面对错过多年的旧爱 也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1987年两人合作红高亮英系生情 一个是才华横溢的著名导演 一个是拥有绝世容颜的女明星 然而彼时的张艺谋却早已结婚 与前妻萧华还有一个女孩 巩力也有正牌男友 但相差15岁的两人还是不顾人伦 偷偷敲开禁忌之恋的大门 而这段见不得光的感情 最终因为一封暧昧不已的信索曝光 原来张导妻子萧华洗衣服时 偶然间翻到了巩力写给张艺谋的情书 就这样巩力顶着婚姻破坏者的骂名 与张艺谋整整交往了八年 在这期间 张艺谋的妻子萧华也选择离婚 可即便如此 张艺谋也并没有立即娶巩力进门 哪怕二人在事业上相互成就 她也没有结婚的想法 这让巩力的二哥看不下去 便冲到摇娃摇摇到外婆桥剧组 郑重其事地询问张艺谋 什么时候给巩力一个名分 谁料张艺谋却用婚姻只是一张纸糖闪过去 正是这句话 扑灭了巩力内心最后的希望 要知道彼时的她太渴望拥有一个家庭 于是在合作完摇娃摇摇到外婆桥后 两人宣布分手 在这之后的第二年 巩力便与新加坡富商黄和祥举行了一场世纪婚礼 而口口声声说婚姻只是一张纸的张艺谋 也在若干年后娶了18岁的陈婷 然而巩力的婚姻却没有那么顺利 仅仅维持了一年 金融危机的打击击垮了这对夫妻 而此时的巩力不得不重出江湖付出派系 好事的媒体就此抓住机会 对巩力展开一系列攻击 可让大家乱乱想不到的是 在她出伤后 第一个向她伸出援助之手的 竟然是旧爱 可见张艺谋对巩力的感情究竟有多深 她先是将满城近代黄金甲中的皇后一脚 交到了巩力手上 这不仅解决了巩力的经济危机 还让她成功跻身一线女演员 随后又邀请巩力 出演自己回归文艺片后的重磅作品归来 而红毯上张艺谋为巩力提起的群板 也更像是多年以来的愧疚 只可惜 如今二人都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 尽管他们互相错过 但却可以在兵士前嫌后再次合作 互相成就 被辜负的巩力也从不出恶语 或许这就是爱情最好的样子 同样是出席嘎纳红毯 为什么人间富贵花景田 被保安驱逐了五次 而巩力却能享受清场的特别待遇 2019年巩力一身白裙现身嘎纳红毯 在她登场的那一刻 现场的工作人员 便纷纷封锁了红毯入口 并将其他一众明星全部赶出红毯 而主办方之所以这么做 只是为了让巩力独享整个红毯 毕竟 嘎纳红毯并不是谁想去就可以去的 除了是顶级明星外 还要有非常拿得出手的作品 不仅如此 每个明星走红毯的时间还是有限制的 不能超过两分钟 也正因为这个规定 每一年的嘎纳红毯上 都会闹出不少的笑话 而景田就是因为步伐太慢 被身旁的黑人保安驱逐了五次 期间更是被怀疑是来蹭红毯的网红 但这样的场景从来都没有发生在巩力身上 她不仅享有清场待遇 还全程不现实 想走多久就走多久 那么巩力到底是多厉害 才会获得此等殊荣呢 在上个世纪90年代 巩力就已经成为了世界影坛的东方符号 这可一点都不夸张 要知道彼时的她 在电影中 塑造了许多经典又独具韵味的女性形象 其中红高亮霸王别姬 秋菊打官司 还斩获了欧洲三大电影节最高奖 成为世界电影史上 第二个获得大满贯的演员 自此之后每当外国人提起中国 脱口而出的就是天安门长城和巩力 除此之外 巩力不仅是国内第一个 走上嘎那红毯的女明星 而且也是首个华人评委 原来早在1997年 巩力就已经收到嘎那的邀请 担任国际电影节的评委 更令人唏嘘的是 在巩力的职业生涯中 前前后后共参加了18次 每次还都不是空手而来 就连嘎那官方都表示 巩力是嘎那的亲女儿 这还不算什么 她还当过欧洲三大电影节的评委 也被柏林电影节邀请担任过评委主席 并且更值得一提的是 当国内的一众明星 为了在好莱坞大片中 演个小人物蜂拥而至时 巩力却是多次拒绝对方抛出的橄榄枝 2006年她和周润发合作 满城近代黄金甲时 周润发在片场随手偷拍的一张巩力化妆图 却不料成为了经典 据说单单是这张照片 就拍出了318万的高价 纵观娱乐圈 或许只有巩力可以达到如此境界 也难怪被大家称之为拱荒